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很受委屈 有很多人是不是很开心 越长大就觉得越孤单 内心的世界不是那么多人了解 我小时候已经觉得 哇 这个世界这么假 什么叫真诚 什么叫不爱 但是越找就越找不到 室内布置优雅 室外湖光山色 能够令到一日紧张的工作得到舒缓 旺真和夫妇对他们的哀嘲 是有一份很满足的感觉 可惜今天并不是一个尋常的日子 因为Andy的爸爸 刚刚在香港离开了人世 亲人的世去原本是一份異常伤痛的感觉 但是此时此地的Andy 心里面却是百感交集 而是一幕一幕的往事 很清晰地再次浮现在他脑海之中 出生至大家庭的黄振和Andy 有三个妈妈和十个兄弟姐妹 由于爸爸过分投入经营生意 导致Andy自小就有这样的感觉 我爸爸是过年过节的爸爸 过年过节才有多些时间见到他 一家十几口 开两三围在酒楼 或者去店铺 关係很疏远 但是另一方面 我亦都很佩服他 很尊重他 因为他给了我一个 很有成功 很有能力的男人 给了我一个榜样 他很勤力 亦都很有斗志 好景不尚 爸爸被人蓄以行骗 结果生意失败 皇家奔客迎闻的风光 即时变成门可挪着的落幕景房 突然家里是很安静的 没有人来的 以前的叔叔和伯父 送东西给我 带我去吃东西 或者跟他去 跟我爸爸谋生的 我爸爸的伙计 不见了 我小时候已经觉得 哇 这个世界这么假的 环境改变 经济改变 家庭改变 但没有改变我和爸爸的关系 由于家庭关系复杂 Andy自小就要思想自我的生存空间 我很怕被伤害 因为自小我又懂得 怎样保护我自己 就算在兄弟姐妹之间 我也要很诚慕 爸爸很威劲 我不想有什么麻烦 妈妈也说你要争气 因为妈妈也是一个受害者 所以我是很早熟 我觉得这个世界不是太公平 有很多人很受委屈 有很多人是不是很开心 慢慢慢慢长大 越长大就觉得越孤单 内心的世界不是那么多人了解 我开始发觉 我妈妈也不是太了解我 我也发觉 找不到答案 我开始想追求这个 什么叫珍贵 什么叫真诚 什么叫不爱 但是越找就越找不到 我很想改变环境 因为我哥哥姐姐 首先已经移民了加拿大 也有很多年了 我就朝着这个方向 我自己去找出路 申请移民 我获得批准 Andy选择去Halifax闯天下 因为他不想倚靠亲人 可惜在所托非人的情况之下 他被逼要孤身一人 面对迷惘的前路 我只是拿着一件外套 一个护肩 袋带着300元的钱 因为其他东西我已经放下了在香港 我打算破釜沉舟 我不需要带这么多物资来这里 我自己创造我自己的世界 我要证明给我爹地看 我家人看 我不会靠我的兄弟姐妹 我也不会靠任何人 我会自己在加拿大暂立起来 无论遇到什么冲击 我都会坚持下去 其实勾起Andy不愉快的回忆 爸爸离世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当我妈妈2000年过生的时候 我还未曾可以完全平复我的情绪的时候 就开始撞车 而且是接二连三 一浪之后一浪的 是连续九次 虽然我不是说撞到残废 或者要坐轮椅 在身体上的痛楚我忍受得到 但是精神上的情绪 我觉得是最难受的 遇到第八次 我都觉得我受得住 我还很坚强 我还很骄傲 我没事 最后第九次的时候 我真的是 Energy是drain out 是那个情绪是很波动的 而且我觉得是很无辜的 我是被一个喝醉的 在后面撞我 我是停红绿灯的 那一时间我的情绪 有多少是很低落 而且很激动 而且很憤怒 因为再次勾起我以前 我觉得人家里面有些不公平的东西 她是很疯狂 很惹怒 可以这样说 她就很生气 而且有时候 我有说话 语气 或者大声一点的时候 她都捉到她的痛楚 她立刻就会很惹怒 她们很惹怒 当时虽然孤单无奈 但藉着认识了一帮当地的基督徒大学生 Andy尝试了第一次踏足教会的滋味 当我踏足教会 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印象很深刻 有一个老姊妹 80多岁 是加拿大人 一上前拥抱我抱着我 她说不是生 我第一次被人抱得这么紧 很特别的感觉 那种就是这么简单 我好像有种爱在那里 很吸引我 因为我记得我妈也没有抱得我这么深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份感受 竟然成为了Andy在往后的礼拜日 提早起床翻教会的原动力 在一次聚会 一位传道人在呼召的时候 带领会众唱 耶稣恩友这首诗歌的时候 当唱到伴侵你的时候 我顶不住 我身在那里震 我一直在那里忍那些眼泪忍到 我忍不住 没有那么简单 很多事情都没办法 但我一直在哭 没多久 Andy迁移到卡城工作 在一次颁扶的夏令会之中 当冯进牧师 讲论父爱的时候 他说有种父爱 比人世家的父爱更加崇高 更加伟大 更加完美 在你未出生之先 已经简选了你 已经预备差遣去的独生儿子 为你担当罪行 为你受死 在十字架上面 流出去的补血 去拯救你的灵魂 改变你一生 我听到之后 我又忍不住 我又哭 我说难道我找这个爱 和这个父爱 人生的目标 有种真诚真爱 是不是就是这些呢 很混乱 有些矛盾 又好像很近 是不是我最渴望的就是这些呢 夏令会回程的时候 同行的朋友 邀请Andy接受信仰 并且不断地在车程中 为他祷告 我仍然都很抗拒 我沉默了差不多十分钟挣扎 yes or no 我当时觉得有两种力 拉开我 光明和黑暗 我要做一个决定 出之感谢神 我挑选了光明 我下车的时候 很开心 monument 愚弱畏惧 初晟 像提般 疑慮困惑 冲击这信心 唯愿珠爱 家给你 捧着英雄心不识 上帝不变的真理 愿你甘愿记 时光流逝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奋斗 就在Andy的事业开始有成的时候 埋藏在他心底的老我 又再次重现 当我组织家庭的时候 结婚 我又有挣扎 我其实很害怕 我又开心 但我又惊莫 我没有信心 因为我自小看见的家庭 不是一个健全的家庭 是有伤痛有破碎的 我亦没有经验 我又见不到一个好父亲 或者好丈夫的形象 我又学不到 我爸爸也不在身边 但我引以为戒 我不会重复我爸爸所做的事 我相信每对夫妇都有吵架 他对家庭的复杂环境 那些心情他还不是立刻信到主 可以放得下 作为妻子 我有时候都很猛 我常常提醒他 不需要我们去拿这些公道 应该这些东西是由神 让神去帮我们 他对我很大的忍扬 他当然有不开心的时候 但他又知道我是全心全意为恶家 但有时我都会忽略 不知为何他不开心 我不会把我这件事拖到第二天 譬如我今天跟他骂人 我要今晚清理好 为了什么事吵架 有什么不满意 我们要拿出来说 说了之后 大家的心就舒服 我们就可以一起祈祷 很多时候神的说话 就在我心里面 你们要处理你这些事 就是不好 就是大家给一枝嫂的不好的事 主耶稣的大爱 不单止令Andy夫妻相处融合 更感动他 决定和爸爸和好的心 在1995年 反港省亲的时候 他向爸爸表明心意 跟我的爸爸说 我原谅了你 因为我已经信了 我有神的爱 我可以原谅你 当时你望着我 他说我明白 但是他没有说 I am sorry 因为对他来说 上一代 相信不会说这句话 但是他说 我明白你 已经很足够 我已经放下心头大胜了 别再苦禄地斗血 眼泪流千亦寸 一生光阴太短 基督吾来永不装断 我亦都和我小妈妈 我多谢她照顾我爹地 若加他少年即可见 态度重新扭转 一切忧伤化烟 飘得远远 原来神奇妙的作为 从未终断 透过一位基督徒医生的启迪 和教会弟兄姊妹的协助 Andy今天内心的伤痛 终于得到真正的医治 他说 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 我们的主是无辜的 他都忍受为我们 他受的苦 大过了 深过了 痛过了 他 唤醒了我们一样 不要问为什么 我反而觉得要感恩 因为我开始明白 主的爱 那个深度 那个伟大 我开始慢慢平衡到自己了 开始懂得接纳一些 根本不可以接纳的东西 或者我认为不公平的东西 他愿意 他愿意将他自己内心的苦劫 和他内心的恐惧 肯和弟兄姊妹 肯和他自己附近身边的人 去说出来 肯愿意在神面前 放开他自己的圆弱的时候 神就在里面有个工作 神就在里面帮他 将他自己内心的不安 那个苦劫 让他带走 当回顾过去的时候 Andy才默然醒觉 人的生命得到改变 固然百分百是神的恩典 但亦都百分百需要人的努力 原来他的奥戏 成功的事业 和自我的执着 才是他生命得到改变的真正障碍 有些朋友说我很真 但是有些人都怕了我 因为都会带来别人的麻烦 我一向都以为 这个是很好的性格 因为我有正义 我真 我就不会理会其他人怎么想的 我今天最大的改变 是来自天父给我的爱 我愿意去学 虽然我学得很辛苦 但是我愿意引药 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怒气 自己的不甘心 或者觉得不公平的事 或者受委屈 或者被人对我的伤害 因为天父同样是这样爱我 我们很多时候 一样是对我们的主耶稣 是不公平 他受很多委屈 他受很多委屈 他受很多伤痛 他愿意 没有改变的爱我们 去接纳我们 因为神无限的爱 一直埋藏在心底的畏惧 Andy得到彻底的解除 从而得到更丰盛精彩的人生 这位神真是很奇妙 透过他一路 和神这个进心的关系 而引致这个人 在生命上有那种改变 包括他的脾气 包括他自己 如何克服他自己里面的愤怒 他如何来到 去将一些 要为了自己 争取自己的权益 的态度 来到转化 成为现今 如何来到去关心人 一些人生的目标 的态度 亲爱的朋友 神的福音 并不是泛泛空谈的一种信仰 而主耶稣的爱 更是一种活潑实在的人生动力 假如你对这个信仰感到兴趣 通过我们多个免费电话一线 或者是wwwsobm.org的网上留言服务 你一定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 愿神赐福你 我今天很有福气 我能够解决了我内心里面的不满 不平衡 甚至可以说仇恨 埋怨 或者被伤害的内心 今天我被医治 因为主耶稣的爱 改变了我 神愿你来途中我 使我在灵里国之间多 奇妙性 尽将心我结证 踢出我为原生性 希望登陷 爱 信伤我 尽难 如今 爱 有 为 各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